大家好 8月27日星期二 究竟打羽毛球是否真的可以 压抑到性冲动 这个话题 由教育局带起的话题 就 长讲长有 讲到今天 都未讲完 不但未讲完 而且 日日有新的发展 难怪今天 《信报》都出了一篇文 标题是什么 就是风波未平息 红队仍需努力 红队 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红队 李家超刚刚上场的时候 就说政府里面要自设红队 红色的红 任何政府出台的政策 都要 同部门 但没有参与过这个政策的人 扮演批评者 令到 政策改善 看到什么缺点 改善了 然后才出街 这次教育局 性教育风波 不知道有没有 红队 那 讲话这个新闻 族有新发展 昨天 昨天就上了 《纽约时报》 那 篇文 大字标题 就说 香港 就跟青少年讲 就说 打羽毛球 可以 压抑到性冲动 就是做这个性教育 难怪特区政府会觉得 外媒经常别有用心 你想想这几天 多重要 中央的宣港队 来香港 讲解 三中全会 高官 京官 就叫香港 继续发挥国际化的角色 唱好 香港故事 唱好 中国故事 就是向国际唱好 你在这个时候 纽约出篇 这样的文章 什么意思 不是我说 是立法会议员 江玉欢说 就是教育局 今次这个情况 这个政策 就是影响香港国际形象 江玉欢就说 喂 斯敏 你要那些外国高企的子女 去签署 那些承诺书 就是 他们会怎样看香港 江玉欢就说 新加坡早年开始 禁食乡口交 这个做法 至今 仍然成为外国人 对新加坡的印象 他希望 教育局 可以参考各方意见 这些 沉默的事 今天 今天 都有 新的 发展 有两样东西 关于这宗新闻 我觉得都值得一记 第一 就是 年 这个 教联会 今天出来开 记者招待会 原意是讲施政报告的 但是 当然记者也有问教育局这个性教育的教材的问题 连教联会 都没有支持教育局 大家都知道 教育局的局长 蔡若年 就是来自教联会的 但是 这次 教联会都不支持 副会长 本身是现在的立法会 教育界功能组别议员的副会长 甚至说 就是 效用有限 弄巧反绝 那就是 实际是谈 是不是 那么 局长不知道会不会很失望 这个此其日 今天的新闻 另外就是 教育局属下有一个 个人社会及人民教育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 就是负责 那些学校 中学的课程指引 今天根据报导 他们都 划清界线 不关我们的事 现在有争议那些 没有问过我们的 教育局闭门造居 哇 真是 局长听了 不知道 不知道有什么反应 那 那我们可以 去 讲一下 这宗新闻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当然就是 事出有因就是教育局自己 出了那个 东三学生 出了新版的 公民 经济与教育科的课程指引 和相关的支援教材 针对性教育那部分 就被社会很多人批评为 保守脱节 那他那部分说什么呢 首先当然是 坚拒 婚前性行为 跟着就叫学生 要跟戀人 签署一个 亲密界限 承诺书 以控制 性冲动 而且要找个见证人 承诺书要找个见证人签名 当中里面也都提到 如果你一旦 和戀人相处的时候 真的有些 性冲动 麻烦去打羽毛球 所以 赋予了羽毛球 另类意义 那 那 刚才说今天有两个新发展 包括教联会那个 记者会 那教联会在记者会 就 直接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了 特别针对 最初 以鹅鹅的 搭了一顿 我觉得 无铃两可 不过 最后 记者 在追问的时候 他都说了一段 对这个教材怎么看 他的说法就是 坊间对于性教育教材的说法 提出的时候 应该要审慎考虑到学生本身的理解 或者是否最息切的方案 就是在讲教育局提出的时候 那这个 教联会会长 教联会主席 是主席 又说 不同人有不同的说法 很难评论 另一方面的言论 或者 提出建议 那我都说了 其实他整段的回应都很无铃两可 这两句还算是听到 小小小小的倾向 那我倾向就是没有撑 就是明显是没有撑 那 其实这个说法 他 这个会长的说法 是跟 主席 应该是教联会主席 那个说法 跟特首李家超 出来回应 教育局的性教育教材 有点相似 当日 李家超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怎么回答呢 他就说 教育涉及价值观的问题 不同人士的看法可以很不同 但是政府有它的主导性 教育理念 一定要培训到下一代向着我们 希望建立什么社会 什么生活环境 什么整体社会文化买进 等等 大概是这样 其实这个跟 教联会的 主席的说法 很相似 都是有点无铃两可 就是说了 真是怎样 真是你撑还是不撑 很明显就是 其实他的说法 就不是 很大力去撑 这个 教育局的政策 特别 我自己 最 其实他整段说话 我听到两句 第一句 就是 不同人士看法 可以很不同 这个 就是对社会上 现在 很多的批评声音 一个总结 而且他没有认为这些声音 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有那句 政府有他的主导性 所以教育局就会提出一些东西 但是你看不到 没有办法在他的说话里面 觉得他是支持教育局 所以 其实如果以他的态度 老实说 局长听完之后 都应该明白 特首都有一些 小小话清界线 所以 和教联局 都有 是相似的 但是刚刚讲的是 主席 的回应 教联会的 副主席 本身也都现在是 立教育界的立法会议员 朱国强 的说法 其实就直接 他说 今次的争议 反映教材设计 不能够以 单向教授方式 承诺书作为教材 在效用方面 亦都比较有限 他说 效用是有限 跟着他也提到了 若果现阶段社会和家长对教材有反感 课程 课程仍未推出的时候 学生就已经收到负面信息 对于推行课程可能会弄巧反绝 弄巧反绝 效用又有限弄巧反绝 那就是不要了 就是批评 这个 议员 朱国强继续讲 也是教练会副会长 他说性教育应该长远规划 老师和家长应该同学生 应从小建立信任关系 理性和健康感 讨论性知识 就不是等到中三先拿个承诺书出来 或者叫人性冲动的时候 就打羽毛球 那这个 态度也都很明确了 就是对于现在说 要签识诺书 要和性冲动叫人去打羽毛球 他是显示不以为然的 那这个态度 大家想 他是出自一个 教联会 的 副会长之后 所以 对 局长蔡若年来说 我觉得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如果 本年 就是 教联会都不去撑他的一个教育政策 你说 这个政策 其实是 差成 怎样 就是 教联会都没办法出口撑 那这个局长就 苦心自问 面壁私下过 那 那刚刚我就说 除了教联会的记者会之外 那今天呢 有一个 教育局属下 个人社会及人民教育委员会 出来 划清界线 那这个 所谓的 个人 社会及人民教育委员会 是个什么东东来的 根据 教育局的网页就说 这个委员会 是在 课程发展议会核下设立的 负责为个人 社会及人民教育的课程 设计定立方向 并就相关科目的课程 发展制定 计划和政策 他的主席和委员 很多都是来自教育界的人士 例如主席 叫林文杰 就是东华三院张明添中学的校长 委员里面都很多校长副校长和老师 也都包括了一个 立法会议员的 就是刘志鹏 领南大学的协理副校长 和历史系教授 这个委员会 大家听他的职能的时候 咦 是不是这次 现在引起争议的课程指引 支援教材 是关于这个委员会的事 是很直接 会有一个 这样的联想 但是 今天信报 余锦言 一个政治的专栏 就 有篇文章 就说这个委员会 现在就是划清界线 这篇信报的余锦言怎么写 他说 根据信报听闻 有份篇写 公民经济与社会科课程指引 课程发展 会合下的 这个个人社会及人民教育委员会 当中个别成员 也对教材内容 颇有微言 认为局方 偏赞教材时 闭门造居 消息透露 该委员会 虽然曾经讨论过 和通过的 课程指引 但是在于 支援教材里面的 若干教学活动 建议 包括现在最具争议的 亲密界限承诺书 并未经由委员会 审议 他说 其实有两部份 首先有课程指引 也有相关的 支援教材 现在 课程指引 经过委员会讨论 通过 但是 支援教材 没有 现在引起 争议的 全部就是 支援教材 即是委员会 没有份去谈 甚至不知道 新版 信报那篇 余锦言 政治专栏 就这么说 他说新版的公民经济与社会科课程指引 其中一个单元 合乎 情理的亲密关系指出 要帮助学生了解定定亲密界限的重要性和处理方法等 包括 拒绝分前性行为 这部分 他们就讨论过 但是支援教材的相应章节 列出各种恋人可能出现性冲动的场景 并且建议处理方法 例如 恋人 独处一室的时候 女方 随下外套 只如下背心 对男方造成感官刺激 女方应该停止 并且转移话题 又例如 一起到运动场 打羽毛球等 此外 教材也提到 邀请学生 填写亲密界限承诺书 并邀请 这个论座和信任的人 做见证 去签署 顺报余錦然 继续说 教材建议引起部分议员 质疑不合示意 除了刚刚刚提过的 江玉欢 批评影响国际形象 另外一位 议员 张恩宇 都认为 局方 回到结婚的时候 要嫌处女处男的思维 打回头路 教育局曾经很强硬地反驳 强调要充分保护未成年的学生 不点名 批评议员 说他们不专业 不负责任 其后 连局长 赛若连都出来 亲自去撑 说这个 性教育教材 是挺有道理的 不过 正如我刚刚提到 李家超的回应 不是这样 李家超就说 这些涉及 价值观的问题 不同的人 可能有很不同的意见 他没有说 谁对谁错 说大家有不同意见 所以 和教育局 和蔡又连的态度 是很不同的 而信报 他认为特首 是有意降温的 再讲下去 有办学团体负责人 对信报说 就说 香港的教育界 和家长的性观念 其实比起欧美 已经是很保守 课程指引 以不鼓励 婚前性行为 界线 是无可口非 但是现在教材中提到 出现性冲动的场景 部分 未必合情理 要求学生 签署承诺书 也太夸张 有个人 社会及人民教育委员会的成员 刚才我提到 那个 负责 课程指引的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也向 信报解释 会上 一般只会听取 课程推展的情况 并审议关乎课程大方向的课程指引 但是就不会对局方 偏赞的教材 做微观管理 也是那句 就划清介线 现在这些引起争议的部分 不关我们事 不要赖到我们 有什么就找教育局 有建制中人就形容 今次争议如同 茶杯里的风波 当局原则上 并没有大错 但是官员处理细节的时候 未有考虑公众观感 这位建制中人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叫做 健眉之注 和 魔鬼在细节中 最后 信报这篇文的结论就是 尤记得新一届政府上场时 特首强调要用红队概念协助施政 在性教育议题上 红队还需努力 继续努力 始终 我觉得教育 最重要是训练学生的 独立思考 就好像 经济学经常说 你都不是 不应该是 捉鱼给人的 你应该教人去捉鱼 是不是 就不是只是给鱼吃 但是在整个性教育的 这个课程的讨论里面 你见 他们提出的教材 有没有强调这个独立思考的部分 好像就看不到 那这个话题 我都说长讲长有 还没讲得完 会不会真的 教育局 从善如流 会撤回 会 修正 拭目以待 我自己 譬如刚才很多说法 很多不同的人士都提出了 针对这个问题 我就想 补充一点 是一点 教育局 叫学生 有性冲动 就马上去打羽毛球 我想告诉他 就是 你知不知道在香港 订阅羽毛球场 是多么困难 订阅康民署的羽毛球场 就是 举例 康民署 现在去订阅 是7日前可以订阅 例如今天星期二 你就可以 上网订阅 下个星期一的 就是 康民署属下的球场 但是 早上7点钟开始 去接受订阅 但是如果你7点钟 马上去登入 你前面已经是 万多人在排队 可能你 譬如你7点10分 我试过这些经验 7点10分 7点15分 你排队进去的时候 很多热门的羽毛球场 都已经被订阅了 可能剩下 就是 早上7点 或者晚上 9点10点的时段 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是订阅了 可能和现在放暑假都有关 放完暑假就可能好些 但是如果有去开康民署的 那些场 订阅场做运动去打羽毛球 你都知道羽毛球是 最难订阅的 你现在教育局很轻率 叫他有性冲动就去打羽毛球 你猜 找个场真的这么容易吗 还是你会特别设个专场 就是 有性冲动的学生就来这里 无限期 无限时的开放给你们 会不会呢 你说会不会呢 又或者这么说 都尝试去帮 蔡若年 从他的角度出发 去想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大家要明白 蔡若年 今天只成为局长 其实是四个字 就是 黄袍加身 不是他的能力 大家记不记得蔡若年 怎么出来的 他立法会 算输了 然后就委任他 政府 做 副局长 他得到现在 做这个局长 这个位 不是 是靠他自己 怎么打拼出来的 那就是 但是 输了不要紧 给你个位置 所以 如果我们 就是以他的 往迹 以他这个背景 如果期望他是 很有能力 去处理问题 我们会不会是要求 太过呢 这个大家我们 反思一下 他就是这样的了解 第一 第二就是 或者 从 局长的角度 已经很进步了 现在这个性教育 喂 他是叫你要 压抑 那个 性冲动 就是不要有婚前性行为 即是说他已经走了一步 他是同意 中学生 可以 谈恋爱 是吗 就是他认可一个中三学生有恋人的 哇这个可能对他来说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跨越了 就是性教育方面 他跨越了一个 很大步 喂我已经同意了中学生 谈恋爱了你还想怎样 真的 是不是会这样呢 不知道 不过 这个就是我们的教育局局长 好今天这个话题谈到这里了 拜拜